孙中山的家庭照 第二章原配夫人鲁木珍 第五章与宋庆龄的结婚照 孙中山和家人的合影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革命的开拓者 为了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的经历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训 孙中山一生极具繁奇色彩 身边有四个重要的女子 其中最有名的是财貌双全的宋美驴 鲁木珍 鲁木珍是孙中山的结发妻子 生有长子孙科 长女孙年 次女孙婉 在孙中山从事推翻新潮的岁月里 鲁木珍悉心照顾孙中山的父母 凭一己之力抚养儿女 她一生正直善良 慈爱 以及深明大义 始终支持孙中山的事业 1915年 鲁木珍与孙中山结婚 于澳门居住 1952年9月7日 鲁木珍在澳门逝世 享年86岁 陈翠芬和孙中山陈翠芬 是孙中山的测世夫人 她跟随孙中山身边近20年的时间 陪伴她出生入死 为革命工作 做出各种贡献的其女子 当时年仅19岁的陈翠芬 在屯门教堂 由陈少海介绍与孙中山相识 两人不久结为革命伴侣 1911年武昌习义成功 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陈翠芬此时却离开了 她跟随孙中山多年 但是一直没有自己的子女 后来收养一个女儿 取名孙中 陈翠芬身退后 孙家人以家人的身份接纳了她 被孙家以妾的身份收入族谱 大月薰大月薰是孙中山的日籍夫人 长得非常的美貌 气质温暖 与孙中山有一个女儿傅美子 当时孙中山初次见到大月薰 她刚刚满十岁 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容颜却出落的美丽 1902年 38岁的孙中山和16岁的大月薰结婚 1905年10月 孙中山离开日本回国 大月薰自此没有见到孙中山 后来两次在家 日子过得并不美好 孙中山和宋庆龄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故事广为人传 这段相恋的忘年恋爱 集聚二十世纪 中国理想主义光辉和罗曼蒂克 从革命相识 到后面的相知相许 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完婚 从这一天起 孙中山是宋美玲的丈夫 领袖和导师 孙中山在结婚前撰写了一副对联 京城无间同忧乐 赌爱有缘共死生 表达了对爱人的真情 与牺牲精神的深受感动 孙中山和梅乌庄级夫妇 东京流行日本商人梅乌庄级 是孙中山先生的结伴兄弟 宋庆龄和梅乌夫人则结为一姐妹 发誓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 为亚洲的父亲同生死 共患难 梅乌庄级可谓是忠实的追随者 他倾尽全力支持中国革命 孙中山逝世后梅乌决定出资铸造 多尊孙中山的铜像 分别比于中国、日本、十到十世 梅乌庄级的遗物 只有一支大笔记本 上面只写着一句话 我基于与孙文的盟约 决意参与中国革命 与此相关的日记 信件等该不对外泄露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